不管是巴勒斯坦问题 还是其他的国际和地区热点问题 国际社会都不应采取双重标准 乌克兰难民值得同情 而来自中东 非洲 拉美等国的难民就不值得同情 这样的双重标准不可接受 对乌克兰平民的伤害是战争罪行 而对南联盟 阿富汗 伊拉克 叙利亚平民的伤害 就可以不被追究 这样的双重标准不可以接受 对乌克兰的攻击是对尊重主权原则的迫害 对南联盟 阿富汗 伊拉克 叙利亚的攻击就合理 合法 这样的双重标准不可接受 在乌克兰问题上 强调主权不可侵犯 在南联盟 伊拉克等问题上 高呼人权高于主权 这样的双重标准同样不可接受 各国主权领土完整都应得到尊重 联合国现场宗旨和原则都应得到尊守 各国合理安全关切都应得到重视 只有并且双重标准 地区热点问题才能得到公正解决 欧洲和世界的持久和平才有望实现